我叫张乃丹,在中国人社工作了16年,非常感恩公司给我这份工作,但是在这个公司,我没看到一个有良知的领导,他们欺骗客户,坑害百姓,掏空公司,逼迫员工,而为了揭露这些不公与黑幕,为了维护国家和百姓的利益,我实名举报,要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。 现在无论是嫩江还是黑河都承认造假是上级公司下的命令,所以今天我发视频我所提出的问题,大家看看对不对,而黑龙江省公司对于我举报的问题是什么处理结果,请给我个答复。 首先,嫩江公司说造假是黑河的方案,而黑河又说是省里同意的,但是无论是黑河还是省公司同意,公司每年通过造假获得的几百万,几千万,这些钱哪去了,分给谁了。 而基层公司造假后,省公司获得的奖励又给谁了,又哪去了呢? 其次,公司的课养费,宣传费,产收会费,以及各渠道的各类手续费,招待费和走访费都是虚假报销,而报出来的钱没给客户,没给公司,那这些钱又给谁了呢? 其三,公司每年的营业额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,领导清楚,我也知道,因为领导给员工下任务, 所以,无论是我自己家还是亲属家都没少保,而这种违法经营的现象,公司领导根本不制止,反而通过这些虚假保费,获得各项大额的奖励,使领导们各个付的流油。 而这些原本属于国家和百姓的钱,却被领导私自揣进了自己的腰包,是属于你们贪污还是非法占有呢?是不是应该给百姓一个解释呢? 其四,我工作的16年来,嫩江公司的个人领导都是这么做的,他们长闲短座,骗保客户,窃取客户的证件,办理假增援,假举计,同时伪造客户的签名,开产说,参加客养,旅游,吃饭,冒领,礼品等等。 那公司呢,这么多年,也是用假人,假发票,假收据,以及假的执照和假的账户来报假账,除了以各种的理由私自收取营销员的钱,还编造各种借口从公司套钱。 嫩江公司的这些领导,左导右导怎么套出来的钱,我知道也有他们贪污的证据,今天我们只说,他们这些造假的行为是不是违法? 而通过造假,获得的各项的奖金和绩效应不应该给他们个人? 嫩江公司的这些领导身价都上千万,而是不是应该好好查查,他们的家产都是哪来的,合不合法呢?